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读读历史 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如果你看不懂历史 那就请看看当下 因为历史会重演 朋友们 在看老猪说故事的时候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这样您才不会错过老猪给您奉献的精彩故事 在63年前的今天 1958年的4月19日 早上5点钟 北京市突然百万人拿起了锣鼓 响气 竹竿 彩旗 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 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尔 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部队的神枪手 五点镇 当时北京市的副市长王坤伦一声令下 全是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立刻锣鼓宣天 鞭炮齐铭 枪声风响 踩气窑洞 床上 树上 院主到处是人 千千万万双眼睛 尖视着天空 假人 稻草人 随风摇 也来助威 不论是白发老者 或者是几岁的小孩 不论是工人 农民 干部 还是学生 战士 人人手持武器 过尽所能 这个是要干什么呢 原来这数百万人要打麻雀 不错 你没有听错 就是我们常见的 在树上叽叽喳喳的那个小麻雀 一瞬间 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 麻雀过街 人人喊打的局面 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 找不着嬉戏之地 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 释放毒耳的诱补区和火枪歼灭区 有的持了毒米中毒伤病 有的在火枪身中重担身亡 为了摸清敌情 围剿麻雀总指挥部 还派出了三十多辆摩托车四处侦查 解放军的神枪手也始入八宝山等处 支援歼灭麻雀 市区总指挥副总指挥等 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据说当时刘少奇都到了那个市的总指挥部 在天坛战区到处鞭炮和锣鼓声中 三十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 他们一天之中就殲灭了麻雀九百六十六只 其中累死的占百分之四十 在南苑东铁匠营的独尔幼埔区 在两个小时内就堵死了麻雀四百只 宣武区陶然亭一带 共出动了两千居民围剿麻雀 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 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独尔区 在大半天的时间里 共消灭麻雀五百二十只 在海淀区御烟潭四周十里范围内 三千多人从水汉两路夹击麻雀 人们从四年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的树上 神枪手架着小船集中射击 直接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的坠入水中 报完以后青年图决队到树林 城墙防岩等处掏窝堵捕捉麻雀 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 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不光是北京 全国其他省份也相继开展了 对麻雀赶尽杀绝的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各地共捕杀麻雀19.6亿只 这些好好的麻雀遭谁惹谁了呢 怎么突然间就会遭到如此的灭顶之灾呢 原来1957年的1月18日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生物学家周建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为 却是害了无需怀疑的文章 就肯定麻雀是害了 害了就应该扑灭 不必犹豫 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综合判断 后来在中共会议上全体讨论对麻雀以谷物为实 影响到农业生产 因而将麻雀定为四害之中的老四 在中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 打麻雀运动的宣传海报到处张贴 在校的学生也被成为动员的对象 男学生正在用弹弓瞄准麻雀 女学生则临着被打下来的数字麻雀 人民日报更认为 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 征服自然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艺工作者也负命欧哥 这场人类征服自然历史性的伟大斗争 当时时任中国文联主席 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郭默若 他写了一首诗叫《咒麻雀》 刊于1958年4月21号的《北京晚报》 这首诗的水平之低下 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念了 作为一个文联主席 中国科学院的院长 写出这种水平的诗 想想也确实让人恶心 诸位要是不信 你们可以去上网查一下 天府之国的四川 历来是鸟语华乡 是鸟露的天堂 但1956年列麻雀为嗜害之一以后 四川就奋勇当先 读出新才的规定 无麻雀的标准是什么呢 第一 所在地区或者单位 没有麻雀窝 也看不到麻雀飞 听不到麻雀叫 如果城镇以及居民委员会 农村以下的合作社为单位 全天看到麻雀两只以下的 就是基本无趣 那就并不合格 四川打麻雀的先进经验 被俄美电影制片厂等拍摄 成为新闻纪录片 全国放映 这一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 立刻在全国就推广起来 中国的痛角麻雀 矿骨奇观 当时全国过地还出现了这种情况 为了邀功勤赏 美其名曰解放思想 纷纷把老鹰乌鸦 鹿丝 还有等等其他鸟类 包括老虎 豹子 熊 黄羊等兽类 以及黄鼠狼 蛇 癞蛤蟆 许多野生动物都当成了害 必于除尽杀绝而后快 不久以后 很多鸟类学者通过野外研究 证实了麻雀的食谱中 人工种植的古物 仅占到不到50%的比重 他们的研究成果 甚至发表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人民日报上 这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强烈的反对意见 终于得到了中科院的支持 1959年11月27日 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敬夫 综合生物学界的意见 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 向主席的报告 并经过胡乔木 转给了毛泽东 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 终于打动了毛泽东 这个毛泽东在1960年的3月18日 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这个报告当中明确指出 麻雀就不要打了 带着以臭虫 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 苍蝇和蚊子 自此毛泽东已经承认了他当初提出的剿灭麻雀的错误 但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就没有天敌 而让四年的粮食严重的欠收 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当初的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一场对麻雀的灭绝行为 这不光是一场闹剧 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特色和中华民族的秉性 为什么怎么这么说呢 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搞群众运动 搞人海战术 只要上面有指示 不管这种指示是不是有为自然规律 有为传统道德 立刻报纸啊电台啊各种标语啊 就铺天盖地的做舆论宣传 各级组织层层层传达认真学习 坚决落实 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当初的计划生育吧 我先给朋友们看一看计划生育时的标语 大家看看这些标语 好了我们看到这些计划生育标语 咱们再来看一看现在动员大家打这个育苗的标语 就是新冠育苗的标语 咱们看一看 我们从当初的灭麻雀 到后来的计划生育 还有今天的打新冠育苗的这个运动 朋友们是不是看到了同样的套路 闻到了同样的味道 只不过当初要杀的是麻雀 后来要杀的是人们肚子里的孩子 那今天中共要干什么 咱们不敢去想 回顾灭绝麻雀这项运动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文化人 绝大多数对权力除了跪舔 除了毫无廉耻的欧哥 他们是不会有一丁点自己的思考 比如当初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文人 郭慕若为什么就会对这小小的麻雀口诛笔伐 是因为毛泽东说了麻雀是四害之一 那么今天的胡锡进之流也照样如此 他们时刻揣摩着习近平等领导人的心思 随时做好了或者是露出鸟牙 或者是卖蒙争宠的准备 而广大的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集权统治 已经抽掉了人们的脊梁 共产党七十多年的宣传 已经让中国人停止了思考 所以在网上才有两百多万的拿了薪水的五毛 还有两千多万的不拿薪水的自愿的五毛 麻雀灭掉了 从别的国家飞过来还可以繁殖下去 陆陆续续又会对害虫形成天敌 但是人的思想追求自由民主渴望被灭掉了 这种思想被灭掉了 那么这个民主也就只剩下任人宰割了 刚才我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看不清当下那就读读历史 因为历史曾经发生过 如果你看不懂历史那就看看当下 因为历史会重演 武汉病毒的疫苗能不能打 咱们不说 艾滋病的疫苗五十年没有搞出来 SARS的这个疫苗从08年到现在也没有搞出来 那么武汉病毒的疫苗一年多 中共就把它搞出来了 咱们先不说这个 我们就只是想一想当初的全民灭麻雀 后来的计划生意 再看看时下宣传的人人打疫苗 国内的朋友们 我套用一句武林大师的话 耗子伪姬吧 好朋友们 老猪说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每周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在这里准时和大家相见 朋友们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这样您才不会错过老猪给您奉献的精彩故事 朋友们咱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